超過七十萬份的藻礁公投聯署書 在上午送進的中選會 領先人潘中正感謝臺灣的民眾認同聯署 讓他們有機會以直接民權來翻轉 不當開發案 行政院表示公投送件是人民的權利 但行政院沒有規劃提出公投對案 而藻礁和三接對決 也引發了重啟核四爭議 澤東蔡英文就強調 重啟核四並非選項 真愛藻礁 真愛藻礁 連署達標 連署達標 超過七十萬份的真愛藻礁公投 聯署書環團一早就用四臺貨車運送 再由志工們一箱箱接力送進中選會 希望藉由全民公爵大談藻礁的未來 領先人潘中正感謝七十萬 為臺灣民眾的認同聯署 讓他們有機會以直接民權 翻轉不當的開發案 如果真的在八月二十八號 公投過了之後 他們還是繼續這樣的行 繼續要蓋下去的話 我想他們的價值如果跟人民違背 這個我想最後還是人民在決定了 因為明年就有地方大選 再過幾年總統大選也來了 對於執政黨將加強論述正面迎戰藻礁公投 潘中正認為政府代表開發單位 希望政策如其執行這樣做並不意外 只是疑惑如果真相還沒有浮出來 就要提對策反制是判斷錯誤 還重申儘速辦理聽證會 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承表示公投送建市人民的權利予以尊重 強調行政院沒有規劃提出公投對岸的考慮 但經濟部有義務對外好好說明藻礁相關議題 而藻礁公投的來勢洶洶能源生態激烈交鋒 也讓核四重啟問題再度引發議論 總統蔡英文十八號上午出席活動時強調不是選項 沒有縣市願意承受核四或者核廢料的風險 答案很明顯重啟核四有安全有費用 有時間上的代價要考慮 所以從這幾個角度來看核四重啟不是選項 蔡英文指出政府未來將加速落實能源轉型 讓臺灣穩定供電而且安全無餘 但面對藻礁與三接的對決 如何解套挑戰就在眼前 記者郭才恩 陳柏宇 台北報導